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7位好辣醫師團 白色巨塔內的人士都爭語 排除一集都是真的嗎 比起企業內部的黑暗 有過之惡 無不及 今天醫師們要來分享 醫院裡的職場鬥爭術 有多可怕呢 今晚的好辣醫師團 以及三位藝人 他們在職場生涯 是否也曾遇過可怕的鬥爭呢 工作室最嫌惡遇到是 職場問題是 醫生也是一樣 醫生不僅選醫院 也要選科別 而且醫院裡面的 名爭暗鬥 聽說比外面很多職場 還更險惡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白色巨塔裡面 到底有什麼 不可為人知的秘密 我們來看一下 職場鬥爭術 第一 派系鬥爭 好慘烈 選錯邊永無寧日 有的請舉Q 好戲劇化的感覺 天啊 是 其實演藝圈不會有這個問題 演藝圈 瓜哥 你們那個年代 演藝圈比較團結 不是 也沒有說 也不會說 外面秀場可能會 秀場分得很可能 就是你的派系 就是你的派系 他的派系 可是因為秀場多 對 你今天站得了南部北部 還是需要消化 對不對 電視圈我就不曉得 我們出來的時候電視圈 沒有那麼嚴重 不會啊 對啊 反而是 長輩都很體系晚輩 對 那看長相喔 不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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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他們就覺得 就他在萬般呵護 看到男生可能開幕就 第一個選擇要亮眼 第二個要選擇有能力 對 最後還是能力會佔比較久 因為亮眼看 你說每天開法拉利 你也會煩嗎 也受不了 是 所以那個 有性能好的 會留下來 對 而且大概都很照顧每一個人 都不會分 會計較大概移開這個圈子 不要一直水人就好 我們講白色劇團 我們講後面這個 大家都知道 有人就有事 所以以前 我們現在人力之間是 就以前叫人師事 所以 有人就有事情 但是醫界不一樣的是 醫界很重視倫理 就是那個資深程度 影響很大 那如果在我們的大學醫院裡面 台灣有很多個大學醫院 大學醫院裡面都是 教授自己就 成個三頭 每個教授 像我們科有五個教授 我們科 那台灣婦產科 大學醫院裡面有五個教授 醫院大概數起來不到五個 大概很少 那你想想看 它可以成為五個派 那也可以成為兩個派 那我們那也是 是小面上吧 對 但是有些就不一樣 等一下我們再舉個例子來說 那公立醫院 私立醫院 很多都是主任一派 但是前主任可能還一派 未來要當主任那個又一派 可能兩三派 就是說 因為他已經到一個地步 已經差不多壯大起來 長久 下面就有人跟他 那跟錯邊就有時候滿麻煩的 就是說他突然垮台 跟那個軍中一樣 你跟錯人 發現永遠都不會成將軍了 對 因為你那個人垮台嘛 就跟那個總統誰當選 哪個派系就會起來 對 跟政黨一樣 那有些醫院還更怪異的 他還有 這個什麼學校畢業的一派 什麼學校畢業的一派 各種派都有 各種區塊都有 那有的大醫院就搞到最後 他必須要 他必須要怎麼樣做 就是把他分科 這個醫院有 骨科分科 骨一科 骨二科 骨三科 蜜尿科 蜜尿科 蜜尿一科 蜜尿二科 蜜尿三科 搞得 那結果呢 也以為這樣就解決問題了 沒有 裡面 因為下面那個就壯大的 以後 骨科一的裡面還有 底下有 一二三 越分越細 那我舉個比較有趣的歷史 某個國家級的醫院 然後很大的醫院 那 那有就是他幾個而已 對 蠻好猜的 那個下水稻科 也就是 各位知道嗎 下水稻科就是 不知道 長鳥協會的嘛 泌尿的那個 OK 我是沒有說 但就是說 泌尿的 就是那個科主任卸任以後 調去某個分院當院長 那新的科主任上來 因為並不合 他就說 你要選醫學會理事長 怎麼可以當理事長 現在本人是這個 這麼大的醫院的那個 通令全國 友好的這個 下水稻科的主任呢 此人不能當 風上 結果我一個好朋友說 奇怪 怎麼我當選理事長 他說 鄭莉亞 他說不是 我說一德高望重 他說不是我撿到的 因為他們兩派鬥的結果 是我撿到的 寧可拱這個人 也不會讓他上去就對了 所以說 真的是 我們真的要 變得好弱的感覺 真的滿弱的 這個不會變的 這個精神真的不會變 派系永遠就是搞不完的 真的是這樣啊 從產族 自以前的宮廷去 大家都喜歡看 產族異級這些 因為分派系 他除了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 用學校分 然後用主任分 然後有時候還會用興趣分 因為那個一進去的時候 他就會主任會先問你 你平常有沒有在打高爾夫球 你平常有沒有在打網球 如果你平常有沒有在喝紅酒 那如果你說 我都有 每一個都說我都會 不是那個 槍頭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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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一定有這種 還不能這樣回答喔 對 而且你如果說 只是想說那我打安全牌 我就跟主任都對了 也不行 因為現在因為 醫院競爭的關係 所以很多他需要留住人 他會給你很多主任的缺 我就有去過一個醫院 他裡面就是有四個組織醫師 那四個全都是主任 好忙喔 一個是外科主任 然後另外一個是 外科加入病房主任 一個是外科病房主任 然後另外一個是 老年外科主任 就是 想盡辦法弄個主任就對了 所以你一進去 然後想說跟主任 抱主任大腿就對了 不對 你抱錯的話到時候 他就會說 你不用來跟我的診 你不用來跟我的刀啊 不是跟那個比較好什麼 就很嚴重 那我自己的話就是 其實除了那個分派系以外 這個是在醫院裡面的小圈圈 我們有那種醫院大圈圈的故事 什麼大圈圈 就是醫院會有評鑑 就是像那個教師評鑑 醫院評鑑這個 在目前也是對醫院造成 就是每次一來就 哇 就雞犬不明 那有遇過就是說 醫院他們那個評鑑的小組 裡面有些是 這個醫院的認識的 那時候你想知道說 哪些人來 然後你如果說他是你的學長 或是他是你們以前醫院的人 那時候就有機會拿到題目 或者說就是 有機會分數會比較甜 比如說像有一次有一個實例就是 有一個組織醫師 他在那個醫院裡面 就是有點被逗到受不了 然後就到外面去了 然後大家也不在乎 反正大醫院動不動 就一兩千個醫生 結果有一年 王子復仇季 他不知道為什麼他就被 然後就剛好到他這個劫仇的醫院 去評鑑 對 他說你死定了給我好好看 就不用看都已經打到冰了嘛 對 他那一次 而且他就是因為當初 那是那院長有點把他掃出去了 他就是特別 對那個院長特別不爽 然後一般評鑑委員他就是一群人 然後會跟著一大群醫院的高層 跟在旁邊 然後平常那評鑑委員 可能會就叫旁邊的醫生 或護理師就說 那你示範一下那個消防怎麼操作 或是如果說有掙扎到怎麼辦 他那一次就直接叫院長說 欸 院長這個 最近他前陣子有那個 某醫院他火災 你可以幫我示範一下 假如說現在馬上有火災 旁邊這個消防酸要怎麼用 院長說灑掉啊 他只是想要說只有衝脫 就泡蓋送 那你不要跟消防酸要怎麼用 救火救不是他的工作 對 他不是嘛 他是指揮調度 然後當然就很難看 然後那個評鑑委員就馬上說 那不然你示範一下 那你是外科醫師嘛 他們示範一下那個 外科刷手的一個流程 內外加工大力碗 那平常院長也不會想這麼多 他就是一個大教授嘛 然後可能指揮 然後當場就連續兩個白臉 然後兩個白眼 然後就很難看 這樣在那邊 剛剛講好像當然鬥症都非常可怕 可是其實我們醫生 還是所有的出發點 都是以病人為出發 病人為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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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通過 應該他怎麼鬥 怎麼鬥不會把氣發出病人 對 不會影響病人 對 我們有時候會遇到這種 所謂拍戲就是說 譬如說假日的時候 像最近幾乎都是流感的 那其實在醫院裡面 因為醫院要生存 那還是有一個所謂的績效的問題 那各科要生存 我一定要分床位 我不能說你床位隨便大家選 就是可能這一顆實床 那一顆實床 可是現在假日遇到 這個值班的狀況的時候 你可能來的大量 有路都是一些感染科的病人 那你只好 哪裡有床位就塞哪裡 那這個時候 上班之後問題就來了 因為現在塞滿這些進來的病人 一勢都燒好幾天 那我冰床就動不了 如果本來我心臟科病床 可能被感染科佔走了 我床位科可能被感染科也佔走 這時候怎麼辦 如果本來這兩個老師感情都還不錯的 那我可能 我犧牲一點我的績效 就常給你用一下 可是現在如果說這兩個 剛好有點嫌棄 這時候糟糕了 總醫師的頭就非常大了 因為怎麼辦 要趕快把這些病床要牽走 要流出活動的床位 給這個老師來使用 所以有時候病床 真的擠不出來的時候 這樣就是頭摸一些 這樣子 然後那個組織帶過去 等的什麼都還是會出現 然後還有像我們自己在 我們選科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我 譬如說我選現在小兒科 可是我選現在小兒科之後 我們小兒科裡面還有細分科 就是心臟科 腸胃科等等 那我們在選我們次專科 在學的時候 其實一樣 不同的老師他們有不同的派別 然後我們在正式要選科之前 其實科那會有一個很祥和的氣氛 因為其實各科都希望 就像以前這個多子多生多福氣 你多一點人力進來 我這個科系 做事的話總是好的 大家就會希望說多一點人進來 所以老師其實都還會蠻 爭取好一點的學生 能進來選他的科系 可是一旦如果科別選錯的話 譬如說 某個老師很想要的學生沒進來 你就馬上油紅轉黑 到時候如果說在課內 在報告的時候 可能這個老師就在台下 因為你居然不在我這個 就是我愛不到你 我就要回了你 沒有那麼嚴重 可能就被變得金光桑閃閃的 就是真的在放在報告的時候 等一下緊死死這樣 在台下真是問到 其實現在就講得比較不好 就是你碰到兩個人 辭退了你就很為難 也有一條龍很和諧的吧 一條龍很和諧 就是從上到下都很和諧 人越少越和諧 人越少越和諧 一多起來大概 都會有問題 對 問題就多了 那就只有診所最和諧 對啊 診所就醫生跟護士 沒有說和諧是假象 像醫學生常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說他到外課的時候 然後老師問他說 你將來畢業的話 要走哪一課 他說外課 然後他去復產課 說你走哪一課 我要走復產課 那一課主任在聊天 他說我等一下要走那一課 我現在都每天在念這個 對 所以那是表面的和諧 求生素 所以醫生要能生存 就除了聰明過人 他膽子也要過人 而且嘴巴要非常能說 而且要當很厲害的成頭草 對 因為這個沒辦法 因為他如果沒有這樣說的時候 他在外課的時候 主任就會想說 反正你之後就要去那一課 那我刀就不用教你 就隨便弄一弄這樣就好了 可是現在上面的醫生也厲害 我們上次有一次一個 醫生就這樣講 他說對復產課有興趣 結果旁邊一個人跟我說 所以馬上被打臉 所以這個要有預防方法 我問學生 你們以後有沒有人想走急診 很多學生就舉手 我說我打分數的習慣就是 把你分數打到很低 讓每一課都沒有辦法進去 這樣 對 你是想毀掉人家 老師 我們復健科就是 職能治療 物理治療跟語言治療 三個 然後我們平常也都是一團和氣 真的嗎 平常 可是偶爾 只有很少很少的時間 組長會稍微比較我們 這三個治療的業績 然後有 就是組長會 有時候會來跟我們叮嚀說 欸 我們職能 最近業績好像稍微差一點喔 讓大家多加油 然後我就想說 要怎麼加油 怎麼 對 竟然棍子把你的腳打斷 就幫我們尋一下 可是隔壁的物理治療的同事們 就非常厲害 像如果我們有共同可以 醫治的症狀 像是媽媽手啊 五十肩 或是網球軸 他們就說 做我們物理就好了 做我們比較有效 那你會不會就挨家挨戶 你有媽媽手嗎 其實你手腳有狀況嗎 他說你去跟醫生講 你做那個物理這樣就會比較好 就好得比較快 是 然後我們也有學校魔咒 如果是實習生啊 或者是新來的同事 就會看他是哪個學校 那同校的就會特別照顧 那像我們這個就是 國家級醫院附屬大學的 學校就容易 比較容易被攻擊 那我有聽到的老師有說 所以在報告的時候 就是常常會問得很巨細迷 然後就常常會電我們 那之餘呢 在臨床有一些 其實我們有一些 臨床技巧是需要傳承的 不是課本上有的 可是如果是分 分學校派系的話 他就會唱播 然後我們就會學不到 所以這就會比較可惜 那這樣淵淵相報何事啊 那加上變你們得勢之後 他們另外一個學生很慘啊 對 我還聽過別校的同學說 就是要找你們學校的人麻煩 我們分數才會高 就是讓我們就是 有一些不好的紀錄黑掉 然後他們就會相對的比較厲害 剛剛昌明哥有提到說 診所可能就比較和諧 其實不然 因為我們在醫美界啊 現在競爭非常非常的激烈 這種派系鬥爭也很常見 例如說客人現在都會比價 然後我曾經又發生過一次就是 有兩位醫師同時在搶一個抽脂手術的客人 然後那個客人去給他諮詢的時候 他就說 我跟你講喔 對 然後他就很擔心 然後就去看另外一個醫生 然後另外一個人說 你不要給他抽啦 我跟你講他抽得不好 其實他目的是在為了要搶下這個客人 張面對面講話喔 沒有 他是因為比較 他對面講說沒有 你不要聽他的 不同篇然後就是一直在諮詢 後來那個客人那個客戶就覺得說 我好擔心喔 你們怎麼自己的醫生在那邊自相殘殺 好可怕喔 後來好像選擇到其他的地方去抽了 一定怕 對啊 就是其實這種派系鬥爭 在哲索也是很常見 是 對 而且每個整型醫師 他一定有非常要好的諮詢師 配套措施 他如果跟馮媛甄好就不會跟你好 他跟你好的就不會跟馮媛甄 為什麼 配套措施 諮詢師會一直大力推薦他 你的客戶進去說陳志佳好 陳志佳真的很棒 他就說沒有沒有沒有那個黃醫師好 黃醫師厲害 德國國家什麼 整型獎 整型獎 對 但是隨便他隨便他蓋的 一定有一個諮詢師 你不可能每個諮詢師都討好 因為諮詢師到業績啊 對 所以客戶當然聽諮詢師講的 講到頭頭是到的時候 他要選擇哪一邊 那不是醫生就要回頭來討好這個諮詢師 要啊 就請他吃飯啊幹嘛 送禮物啊 對 對 那聯絡 醫美機就是這樣 他一定要 抓住一個諮詢師很像 服務抓著他 然後諮詢師就拼命的丟CAS給他 他就可以有錢賺 而且這個 整型師不是這一家跟你熟啊 他不在你這家餓死啊 他明天到台中那一家 就認識比如說是誰 到高雄認識誰 一定要有 部線部好好好 才看能開不完的刀啊 今天開一開 禮拜二到台中開一開 禮拜四到高雄開一開 明天飛到澎湖馬爪 沒有 可能到大陸開一開啊 這樣 像醫美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嗎 對 殘殺得非常凶狠啊 所以後來那兩位醫師就 被那個院長叫進去辦公室 唸說 你們怎麼這樣子 有傷那個診所的名譽啊 這樣是不對的 結果那兩個醫師就在 診所裡面吵起來 在辦公室吵起來說 你怎麼那麼沒道德啊 奇怪的是我的客人 你在跟我搶什麼 兩個都互吵 後來他們在開會的時候 兩個見面是幾乎都不講話的 對 所以我會變成你們一人抽一半 一人抽 對 一種醫生他 特別的會在後面去捅你一刀 比如說你是A醫院 然後他是B醫院 然後這病人他就拿了病例 然後跑來你們這家醫院的時候 有些醫生他就會講說 你前面這醫生怎麼這樣幫你弄 他應該不要給你開刀 他應該幫你做方式的治療 叫人為什麼幫你開這刀 然後這種就是害死人 那他會故意 比如說跟外界宣傳嗎 說那個診所 他不會 那個病人就會去宣傳 像剛剛初衛講那個 他只是覺得說 可能我就覺得 他只是被誣陷說 他技術沒這麼好 但是可能這種醫生他去 去藉由說 那前一個醫生多爛多爛 然後他可能會害死你 或把你癌症沒治療好 然後提升他自己的一個定義 可能這種醫生都會遇到之後 也會有人這樣說 他其實這樣很不好 真的 因為當時處理的狀況 我們並不在現場 我們其實沒有資格去批評 人家之前的病例 對 但是他們搶身衣服 真的我搶到就變成 常常會說 你看上次那個人的眼鏡沒錯 還是我幫他收拾殘局的 那個人鼻子弄他 還是我幫他收拾殘局的 都是他幫人家收拾殘局 幾乎聽到都是這樣 曾經有說他給的建議 不一定是正確 只是他自己覺得是正確 所以就跟病人講說 你應該要這樣做 而且這個意思是說 某某某歌手 某某某哪個藝人他弄你 你是親身看到的 你也沒有親自看過 那資訊是幫他吹 你看最近那個人 那個藝人鼻子多少 他做嗎 那個眼皮疙瘩 不是他媽生眼鏡 或是他熔乳 熔乳 熔乳你總不會看他照片熔乳 不會嘛 對不對 他事實上割的眼睛 你讓他照片你看 割都漂亮 誰割的誰知道 對 可是像我 以病人的心態來看的話 就是比如說像 表示我今天 我去找我的一個醫生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對啊我之前在找的 哪一個婦產科 婦產科這樣 他就說 你為什麼要找他 他很老耶 我跟你講 老了就是表示他也容易婚 他會不清楚他在講什麼 我就想說 我第一個反應是 你應該跟他有仇吧 我就說你跟他很熟嗎 他說不熟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講 然後我就說 OK所以你要 你覺得要怎麼辦呢 他就說 你可以去找誰誰誰 哪個醫院的那個誰誰誰 比較好 我就說是喔 那你跟他很熟嗎 他說不熟 我也聽說他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又是怎麼講呢 他為什麼會扁這個 然後提那個 就是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關係是什麼 對 那你自己決定啊 你會喜歡看老的醫生 還是新的醫生 沒有我自己遇到老醫生 我覺得老醫生講的話 可能是因為 他見過世面太多了 像我之前 我剛才還在 自己有講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也在現在 在懷孕想要找婦產科醫生 之前第一個找的醫生 他是年紀比較大的 然後呢 我那個時候就是 比如說有類似出血 小小出血的症狀 那我不是就很緊張嗎 然後我去找他 他就跟我講說 你是第一次當婦母喔 我說對啊 他就說 這沒什麼啦 就是我跟你講 百分之十五以上的 就是新 就是新手爸媽 第一次應該都會流掉 沒什麼 我天啊 我整天覺得 你聽了嗎 然後他就說 你不要太擔心啦 我怎麼可能不擔心 你看過那麼多 我不想要聽到 我小孩要流到的這件事 你知道嗎 我就因為這樣 我就後來就換醫生了 就是我覺得老醫生 我第一次去找婦 是因為我覺得他是老醫生 這個沒關係 我們要請教我們的 鄭教 鄭甜威 會這樣講嗎 會這樣跟人家講嗎 實際上 他講話比較直白 我不曉得聽到這個話 比例上啦 對 他講的百分比差不多 事實更高也有 但重點是在看太多的講話 我知道醫生種類很多 也是有很白目的 實際上是因人而異啦 年輕醫師 一樣有這種狀況的 也是有 是啊 來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 碰到牆都吵 靠嘴行醫 比你牆 有 好 其實像演藝圈他們就是 面容較好的這個理藝人 其實在這個演藝圈 比較容易受到照顧 可是我們醫院的生態 是剛好顛倒的 我們醫院生態裡面 如果說你要好好的生存 你除了要選對科 然後找對主任 你跟護理人員的相處 非常非常地重要 因為護理人員 他可以幫你做很多事啊 打針 打很多事情 他可以不用每件事扣你 可是如果 你跟他關係不好 他大小事 病人有點發燒 病人有點拉肚子 他任何事情都可以扣你 那我們 依我們的性別來講 女醫師在 在醫院的護理 在日常不吃香的 那些男醫師們 尤其比較會打扮啊 口才好大 風度翩翩的 其實在醫院都非常非常地吃得開 但是我們要就事論事 像如果有時候 我們在處理一些事情的時候 會議人員有錯的時候 其實就是應該該罵 那我們這種恰伯伯的 那個女醫師們 就首當其衝 就是我們不是因為說 他對我們不好 就是真的不對了 我們就要念他們 比如說在急救過程中 後面會檢討 你這部分有疏失的 我們就是要講 那有一次我也是在 加護病房裡面 然後就面對一個急診上來的 一個急症處理的 那當中其實中間真的很急 我那時候為了就是 他們給藥給速度太慢 所以我後來自己去幫忙剝藥 就弄到自己都流血 那時候我就真的很氣 我在那邊跳腳 我就說 這種人命關鍵的事情 你們居然還在那邊給我拖拉拉 我就整個在那邊大抱走 然後那個護理人員就開始在那邊 很瘦 上那邊哭 我覺得張醫師你也太羞了 有必要一定要這樣講 然後這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學長 也是風度翩翩的男醫師 然後大家都關起值班師 才在那邊講說 對啊為什麼最近這些護理人員 態度這麼不好的 對啊 這些護理人員怎麼這樣呢 然後整個急救過程中 他都在旁邊 然後我這樣子跟他們念完之後 那些護理人員就請起攻擊 我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的時候 他在旁邊就默默的這樣子 拆過來拆過去 完全沒有人站出來 就一群護理人員攻擊我一個醫師 都沒有站出來幫我講半句話 然後之後還又走過去說 不要難過了 不要哭了 這個張醫師講 就完全的是強頭槽 在前面還站在我們這邊 一看到護理人員 他要維持那個王子的風度 馬上就拆到護理人員 因為當時他們的生存手機 就真的是 看清楚這個人以後真的是 學長 沒有啦 因為他也就 因為護理人員其實也要相處和協 醫師跟護理人員 對 他像他這樣的人 當然很生氣的時候 那個醫師會想說 有沒有必要為了你 又去得罪那些護理人員 對 那他自己會增加他的困難度 但是我覺得急救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一個步驟的審視 這個病人可能就走了 對 我們那個就是 就是剎那幾秒鐘幾分鐘 病人是可以回來的 但那次病人是有回來的 所以OK 如果今天病人怎麼了 可能就不只抱走了 所以你看醫院的管理 跟程序沒有弄好 就會造成很大的災難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 可是你這樣子跟醫護人員 這樣子抱走以後 日後你再跟他合作 要開刀藥 不會有經驗嗎 就是做苦力型啦 不會啦 就是其實 並不是所有的護理人員都這樣 總是有些比較理性的 或者是他們那個護理長他們 其實我們就只好 用我們自己的那個實力去證明 就是我們真的不平衡於日常 然後我們就是很多事情 我們可以自己把它處理得很好 然後平常每次也會說 你打高爾夫球嗎 不要再理我 就是要跟他培養關係 因為當然還是我們在講 就是以病人如果說 他看到我們的工作的付出 就是還是以病人 就病人很多在我們的急救指教 都有回來的話 我覺得那些他們會撇掉這些情緒的 可是像我 我的很多同學 他們其實現在都是護理人員 然後我就是我們會約吃飯 他六點下班 我去護理站等他 可是他是在加護病房的 所以他的病情都比較嚴重的小朋友 這樣子 然後他的護理長啊 就只要有新的Case進來了 護理長他要先接下這個 要做交接 交接是一個很複雜 就會耽誤到下班時間 當護理長就覺得 哇為什麼要耽誤到我下班時間的時候 就會有學姐來 學姐說 護理長真的交給我就好了 就會幫他接手下來 讓護理長可以準時下班 可能回家帶孩子還是什麼的 可是這個學姐一轉頭啊 他就說 學妹那個給你喔 就整個 他因為加護病房一個人照顧三個病狀 已經是壓力很大 有工自己攔嘛 對 責任丟給學妹 他轉頭 可是我 你也是來幫他出氣的 他等到八點鐘 因為他新的病例 而且他自己接手的三個病床的那些 今天做的什麼事情的報告都還沒有寫完 我就說我可以幫你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很辛苦 所以不只醫師很辛苦 可是護理站的人員其實他們也 那個學妹在那邊待多久了 十一年了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應該是最起碼中間那個的吧 對啊 來 學姐妳休息一下 因為現在生半個學姐了 對啊 應該做十一年也 那他不會自己再丟給另外一個學妹 對啊 這個真題就是 學妹有在補進來 可是學妹都待不住 因為加護病房壓力太大 所以他還是那個學妹 所以十一年還是最菜的 對啊 感覺是這樣的意思 不要說是到胡瓜那個位置 到胡昌明的位置也有 最起碼嘛 現在還在搞的 奇怪 對 卡古這個角色 他就搞笑 就演藝圈漂亮妹妹照顧 現在誰敢照顧啊 三五年他又上節目 那是瓜哥對我很好 他常常用手摸我的大腿 誰敢照顧啊拜託 現在手機都很多 他就 玩家 明天又跟新聞講 你看 我有聽過的牆頭草就是 只要單位有新人來 他就會跑去跟組長說 欸組長我來 我來照顧這個新人 交接都我來做就可以了 然後就跑去跟新人講說 不好意思學弟或學妹 我不跑不拿不收不按 那這些東西就是 你就要幫我做 然後組長就會覺得 哇他很棒 然後會教新人 然後新人看 新人就是忙來忙去 就哇馬上上手 殊不知就是他 把他自己的工作 就丟給別人 對然後我們就覺得 哇好厲害 這些很厲害的訓練 訓練平早的 對呀同樣是一件事 看你手法怎麼用而已對不對 對還有說得比做得多 像是我們復健科 常常會有很多人一起 湧入那個復健科的治療室裡面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很難計算業績 所以通常是大家 憑著良心平均分配 那就會有一些 比較輕鬆的工作 然後比較擅長於 社交的治療師就會很 常常去關心一些病人 然後他就讓其他人在旁邊跑 然後他就問那個人的齊聚 很關心 結果病人對那個 治療師評價超高 因為他對他們非常關心 然後就寫那個意見回饋表 就說此人就是很關心病人 醫術又好 然後其他的人就忙得要死 又被說臭臉 然後很沒有禮貌什麼 然後就好處都給那個人暫定 是 教小孩子不要太過心機 可是你看這個社會 你不用一點心機 你討不到好處 真的 不過你講到心機 再假上你說說得比做得多 說得最多當然就演藝圈 整天都要靠嘴巴在講話 你知道嗎 多年前曾經我在活動場合遇到一個藝人 然後這個藝人 女的 他沉疾了好一陣子 整個當下 幾個字 幾次活動 三個字 然後他整個當下去沉疾很久了 結果後來那時候碰到他說 昌明哥 那你如果有計劃鐵把小妹一下 然後什麼什麼 我說算你最近不好這樣 他說最近過得都很長 都沒有工作機會 點點點叉叉的 我說好 我知道了 後來我們當然有一些工作機會 來找的社會主持活動 如果需要 剛好有要搭檔 一男一女 我們就順便問一下 你們如果有需要女生的話 這個人你們可以考慮看看 我們做這些動作 直到後來 當然他自己應該也很努力 慢慢慢慢爬上來 那個活動量大到不行 然後大到一個 我一年當中 會跟他搭檔組織活動 大概就有好幾個不同的廠商 後來呢 裡面其中有一個廠商 我們固定一直在合作 起碼有好幾年 沒有變過 我問到奇怪 怎麼會這樣 結果換成另外一個男的 後來一探聽 那個男的跟他在一起 好 就把我給換了 他的好像好 我想說阿露 好 如果現在好像好 我也沒話說了 這可能是誤會吧 你有查清楚嗎 有 因為有一天 這件事是有一天 剛好我們三個人在走廊不期而遇 然後我就顧顧顧顧 在寒暄 聊天 你說跟他們夫婦不期而遇 你幹嘛說出來 後來變夫婦了 後來變夫婦了 這個人還沒有名聲的 然後我就過去跟這個男生想 我說你真的很好命 他很照顧你 我說我跟那個廠商那個活動 我跟他合作那麼多年了 結果你們在一起之後 我就被換掉就換你了 然後結果這個時候 但這個男的說 真的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不好意思 女的就一臉尷尬的沒講話 除了這個我想說 好 那你的老鄉好 那就算了 另外一個活動 也是連續幾年 我們也是一直搭檔 每年的尾牙 但是有一年 這個女的被換掉了 然後因為廠商可能要省錢 就只留我一個人 只留我一個人 那我也不曉得被換掉了 結果後來他就打他來跟我探聽 他說 那個活動他為什麼沒有了 我說是 我不曉得 我是還有 他有通知我 他說怎麼會這樣 沒關係 那我了解看看 好 那你去問問看 我電話一掛 他的問問看是怎麼問的 是直接打給廠商 他說 不是嘛 你用我就好 對 他說那你用我 而且我還可以再帶表演 我可以帶模仿 我可以帶什麼 結果後來廠商 可能他覺得說 還是用我 但是把這個事情告訴我 我才知道 而且你講的這個人 我想應該是同一個人 因為他好像真的對 在圈內 就是對所有主持活動人 都是一樣的手法 比如說他自己會 長期下來跟廠商就比較熟 他就會自己打給廠商 就說你們那個 那個不是接下來的活動 是什麼時候要開始 那你們找好主持人嗎 比如說他就說 對啊對啊我們這次要找Ruby 你找Ruby啊 那你大概幾萬可以告訴我嗎 假設說比如說幾萬 他就說 好假設我說 他說大概八萬 他就說 那我告訴你 就是他會用這種方式來交換 搶聲音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他是這樣子 所以他活動就變得很多 這樣子 我已經很多年沒做活動 早就被你們搶光了 會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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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哥那麼多 我找八個人 第三 小人陷害黑鍋揹不完 醫師滿尊師重道的 在教師節的時候都會寫卡片 給我們的主任 或是來教過我們的老師 然後每次到那個時候的話 就全科會準備一張比較大的卡片 然後每個人都寫一句話 然後很溫馨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後來 就是卡片送給那個主任 那個主任是別的醫院來的 他不是每天都在 所以他那個卡片拿了就走 那我們就再看不到他 結果同事跟我講說 欸 陳嘉你那個 那個寫祝賀的那一行話的最後面 被寫一個小小的那個凸 凹凸的凸 凹凸的凸 然後我就當下沒有想到 然後後來他想說 你這樣到時候 就是對主任不敬 然後才想到說 原來那個凸 就代表比中止的意思 凹凸的凸 就是被人家總共加一個那個凸 然後我想說死定了 因為那個老師 他不是每天在我們醫院 他直接就來一下 然後卡片拿回去 萬一他看到就慘了 然後後來還好就是去Follow 就是那個凸那個字 那個老師可能就是 比較長輩不懂 所以還好沒事 他臉就是中槍 然後那 他其實可以凹啊 那個就代表凸出 他凸 對 嚇死了 然後那個同事後來就是 就是大家就知道是誰 因為其實那個筆的顏色他沒有注意到 所以就被代替是誰 然後那個同事他平常就是在他的那個 因為我們每個醫生都有個小小的那個 隔的空間辦公桌 他的那個辦公桌上 除了一般的那個文具用品 他一定會放一個仙人掌 然後後來就有人要問他說 為什麼你要放仙人掌 你以為是綠化什麼 他說沒有 你不知道現在 異界很黑暗 小人非常多 我放這個仙人掌是要防小人的 他說不知道 全辦公室大家最怕就他 所以他是防別人防 他是在防自己 他是在防自己 對 然後而且他就是 他不是只是這樣而已 他就有實際就是在幹過壞事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 怎麼講就是健保大家都大環境不好 然後有時候醫院就會 高層就會跟我們講說 最近可能績效什麼供體時間 可能就是有些調動 然後醫院可能有些人會減薪 然後那對於就是 我們如果做的事差不多的人 就會突然被減薪 心裡會覺得 然後所以大家就全科 可能會去跟執行長 就是醫院的經營者 去跟他討論一下 然後大家就會在討論的時候 都很憤慨啊 同仇敌慨說 不行這一定要講 怎麼可以這樣 我們在醫院做那麼久 那麼認真 每天病人都沒有比較少 到晚沒有比較開床 然後都講好 好一起去 然後去的時候 然後那個執行長就問說 那怎麼樣啊 就是你們今天是什麼事 然後一提到減薪的時候 然後他就突然就放炮 就說 沒有啦執行長真的 我其實是不得已 跟他們一起來的 我真的不想來 但是因為 全科說好要來 我只好跟著來 然後大家真的想要翻桌 因為講好就一起 一起要說就是 挑釁的事情 結果他就突然 裝成一個受害者 我是不得已被叫來的 超級小人 我們之前遇過一次啊 就是手術室的那個 刀量增加 就人力不夠嘛 那排班的學姐 就緊急召喚晚班的學妹來幫忙 那學妹就 也人很好 就兩肋插刀 連妝也沒化 因為很緊急 就趕快 直接飛車 15分鐘之內 就來單位幫忙了 就換好衣服 一進手術室 想要趕快進去協助的時候 一開門就被上刀的醫師 瘋狂劈哩啪啦罵她說 你都已經幾歲了 你上班還會遲到 你到底有沒有責任感 那學妹就想說 好冤枉喔 她是特地來幫忙 並不是遲到 她就想說 跟那個醫師幾次說 我是來協助的 她正要開口的時候 就看到排班的學姐 站在醫師的後面 就這樣一直眨眼睛這樣 一直眨一直眨 跟她眨說 一直是叫她不要說 然後學妹就想想 吞就把她吞下去 就不說了 後來那醫生就是因為這個學妹 她覺得她的表現不好 然後遲到 她對她印象就很差 然後上到的時候 常常會刁難她 那我們就看久 就覺得看不過去 怎麼會 就是其實學妹不是這種人 然後我們就想說 就跟那醫生解釋說 其實那一天的狀況 原由是說 學妹其實來幫忙 她不是真的遲到 但是那醫生聽到的訊息是說 那個學姐告訴她說 那個是那一天 是因為那個學妹睡過頭 就是這樣 後來就是那個醫生 之後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跟那個排班學姐講說 以後不可以這樣子 然後學姐因為這件事情爆發之後 他也覺得說 可能覺得不好意思 他就離開那個單位 我聽你們講好可怕 好像狼牙榜 對啊 真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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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實生活都上演 這種人圈內太多了 你像 像雅蘭曾經上一個節目 我以為雅蘭是 雅蘭是這種人 雅蘭曾經上一個節目 然後在錄影的當下 錄影都要事先要裏一些你的內容 講一些你的故事 然後錄影完了以後 但那個錄影的當下 企劃三個女藝人 全部在一起錄影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腳本也會寫說 誰的誰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這是你的 這是我的 錄影開始了 結果譬如說這三個 譬如說我是雅蘭 這個女藝人 她開始講她的故事 講完之後現場 講完了 現場好安靜 因為 沒反應 那沒反應會慌 對不對 慌了怎麼辦 她馬上立即一動 現場一講掉了之後 雅蘭在那邊傻了 她看 那是我的故事 你把我講掉了 待會兒主持人Cue我 我講什麼東西 空掉了 你知道嗎 那是當然還好雅蘭她實在是 學士淵博 還好她也是又擠出另外一個 但是這種事蹟 你說事後我去探聽了一下 這個人的這種行為 還不是第一次 那很頭痛 所以你知道我們為什麼都不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永遠都被偷的那個 真的 你講的我們都有感受 都有感受對不對 比如說去做電影宣傳 講私下 這是Live的你怎麼辦 對 包括金鐘獎也是Live的 你有時候跟他講好 他又不來彩排 到了現場又把電話講掉 你知道很慘啊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第四 職場過人院 白木鬼住處有 其實講到那白木鬼的故事 其實我們生活做到一定有 但是我自己就是 有一次又不小心 自己就當成了白木鬼 因為其實就是 就禁告大家 就是說你在職場上 不管人家在旁邊跟你 打探什麼事情 大家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為我那一次就是 一次下班之後 也是在那個護理站 我就在那邊寫病例 然後後來間就有那個 比較要好的那個護理師 走過來說 張醫師 你們好像每天都很累 我想 終於有人知道我們很辛苦了 馬上就這樣 心情放鬆 就講成當中說 對呀 真的很累 他說你們都幾點查法 我們老 我們主任老了 他每天都啊 五六點就要起床 你看我六點半就要查法 我六點半要查法 我六點就要從家裡出門 五點半就要起床 我就在那邊正面不覺 在那邊大放解釋的時候 後來間我頭一臺 護理師全部都不見 都跑回去他們的位置 在寫病例了 他說 欸欸欸你們怎麼 我還沒講完呢 然後後來間旁邊 非常非常的安靜 然後我就頭一會 我們主任就站在我後面 哇塞 然後他說 等一下 他說很累喔 我說主任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很累 這個次我一個樣子 我這次我看一周 我完全不敢遲到 因為我超容易遲到 然後在那邊找不到 我們主任金黃石說 接下來我那一兩個月 皮繃得超級的 不管人家在哪個 就在公共場合問你說 千萬不要隨意的 講出自己的真心話來 因為一不小心就變成 白目光了 所以你要學習那個 軍中的一句話 是 合理的是訓練 不合理也是磨練 對 要習慣 我們都習慣了 其實 其實我也覺得 未必 說不定那個人 像我們看到這種人 反而覺得有點可愛的 很真誠的 其實是看那個人 心裡怎麼想 對 我們主任是真的 對我們滿好的 其實有時候你覺得拍馬屁 你拍不對 那個人就是討厭拍馬屁 對 也有 像剛剛那個 就是隔牆遊耳 這種事常發生 因為我們那個 整間跟那個開刀房 其實隔壁都有一間 有時候講話大聲 你就被聽到 甚至有一次有一個 最慘的是 一個實習醫師 他在幫病人做治療 在抱怨 因為他們那個拉簾 是那個布的 你看不到隔壁床 然後就發現 就主任在隔壁床 他那個只是一個布簾 講話聽得超清楚的 都不用看臉 就知道是誰 對 然後 然後像這個是 職場的部分 其實真的 但是比較白目是 就是醫界有發生過幾次 就是那種 那個PO照片的事情 之前有看過新聞 就是那個 手術房 特別是手術房跟急診 可能那個 新來的護士就覺得好玩 然後什麼事都 一定要打卡 連車禍跌在地上都要打卡 所以看到那個病人 就是好新鮮喔 今天那個腸子掉出來了 好開心 真的是 他想說不要拍到臉 就沒事 結果其實不行 就是嚴重違反醫學倫理 對啊 你就算沒拍到臉 但是你就是不能夠在 手術房裡面 把這照片PO出來 然後 可是他其實更誇張的是 為什麼就要特別提出來講 因為他除了PO那個 比較血腥的 不太適合的照片以外 然後他下面還 加了一行字 就是 就是有點揶揄他 那我不要講得太習慣 就是 就是他就是有點揶揄 這個病人 這個肚子 腸子這個情況 對 然後 就整個下面就 FB就爆掉 下面就是 血腥啊 他怎麼沒有基本判斷的常識 有很多 真的也會有這種人 重肯證就不適任 我覺得他的 他的人格特質 就不適合做醫護 他沒想那麼多 他以為沒拍到臉 可是其實這樣子動作 非常不OK 就非常白目 對 就像有時候我們去公益活動 其實很多很可憐的小孩子 你就不能 你不能拍得潑上去 對 臉不能 因為尊重他們 可能真的有白目的 就潑上去怎麼辦 就這種 你本來就要教育 你要先教育他們 剛剛說的那個隔牆 有耳 讓我想起來 我們常常見到那個 醫生 去尿尿的時候 就講一堆悲癌的心話 不曉得 老闆在背後上大號 我見過不下幾十個 然後他說 你不知道禮貝有沒有人 就常常出來 哇 完了 就這樣 就慘了 我很多同事都發生過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 就便秘了一個禮拜 怎麼深邦你 所以這要小心 那我講一個比較白目的是 我有一個 以前 大概一二十年前 有一個醫師 實習醫師 他就眼高手低 年輕人就真的白目 他上了大概幾次 破複產之後覺得很簡單 因為破複產大部分 主治醫師跟住院醫師兩個 然後他旁邊 通常是最後的時候 如果主治醫師離開 放手給他關皮膚的時候 他才有事情做 不然他都沒有事做 那個實習醫師常常就覺得 你們兩個一直從頭做到尾 就只有只是那個 要關皮膚 他走了我才有機會 如果他不走 我還根本沒機會 只有頂多哪個剪刀剪線 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 護理師叫他 他說 他說為什麼不上刀 這個禮拜你跟那個他 他說 這個很簡單 這個刀太簡單了 那主治醫師聽得很火大 他說叫他馬上來 你可以過來 他過來以後 他跟他說 你是這禮拜跟我是不是 他跟主治醫師說是的 他說你衣服換好了 換好 刷手上來 來 這個位子給你 他嚇自我 他說你不是說都會嗎 開始 請開始 結果 他在那個 還沒叫到他之前 他已經跟護理師講好說 等一下 你都不要主動給他器械 他喊器械 他有order你才處理 他不叫 護理師其實都很內涵 因為跟久了 都會主動說 看到哪裡就主動遞什麼 他就要說你不要主動給他 你就是等他 結果是他說 開始啊 可慘 他地下人就不知道 這器械叫什麼 他說刀 他說問他什麼刀 完了 他不知道什麼刀 是哪一種刀 刀有分好幾種 他說年輕人 不要眼高手低 我就說 這是很白目 我說這輩子他應該教訓很大 真的超白目的 就是實習醫師就已經這麼囂張了 真的是糟糕 最肯定是那個病人 那是病人 那是病人 如果他只有局部麻醉 不過 因為那個當年 二十多年前 當時那時候用全身麻醉 所以其實 還好 他不知道 他也意料說 他大概沒有幾秒 大概就孤單了 就撈毀了 他剛剛說先不要麻 等他來我們就麻好 等他看他怎麼辦 所以病人並不知道 當年是這樣 後來 破物產全部都改成半身麻醉 半身麻醉他們就不會這樣 對 這樣病人會嚇死 好可怕 不過說實在 這樣聽起來好像病人 其實沒有 不會影響病人的權益 不過說實在 人在做天在看 我也不希望大家好像 在肢長上有必要的圓融 但有時候你做得太過頭 老天爺也看得到 真的 很多事情你就笑一笑吧 吃虧就占便宜 對不對 尤其今天能夠坐在這邊談 想必大家胸襟都還蠻大的 但病人我們的客戶 所有觀眾朋友 千萬不要害怕說 我們去會不會醫師在 在吵架 我們一切以病人為重 一切以病人為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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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每天也背著 沉重的包包上班上學呢 小心喔 如果身體姿勢不良的話 肌肉就會失衡 我們一般雙手提包包的時候 都會把它往前 那我們就會很容易駝背 那如果駝背的人 就更要避免這樣的姿勢 因為這樣子駝背的話呢 我們的菱形肌就會過度的伸展 而造成肩頸痠痛 再來也會肩膀的 硬邦邦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我們平常呢 可以把包包往後放 然後夾緊肩胛骨的話 這樣在日常生活 就可以達到鍛鍊的效果 也可以避免肩頸痠痛喔 然後再補成肩骨 就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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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llen